感光非常有才华的花花 华晨宇 欢迎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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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华晨宇 今天很高兴欢迎我们的花花来到我们经典旗舰店的直播间 再次欢迎你的莉莉 同时呢我看到了非常多的粉丝朋友 在我的评论区呢是刷起了您的名字 非常期待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 那么最近花花在忙什么呢 最近是我刚刚闭关完 刚刚出关然后呢一直在去 还挺忙就是拍摄一些广告啊 然后杂志啊包括品牌活动啊 然后还有录节目这样 哇非常多的一个公众会即将跟我们所有的粉丝一起会面 那么同样呢可以听得出来我们花花呢 有在非常非常努力的营业 其实工作在忙呢也要停下来缓一缓 因为我们身心的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在此刻呢我们看到的直播间花花 还是那么阳光积极正能量充满活力 在今年这个特殊的环境 花花有没有新的一些生活感悟呢 要跟我们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分享的 因为我前段时间就是有就是今年我有一个休假闭关 然后闭关了一百天 一百天 对然后在这个期间其实我时间还都是由自己来支配 然后呢就还蛮舒服的就是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跟自己独处 然后还有时间可以陪一下家人 然后在家里面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还会喝茶 嗯喝茶 然后和猫在一起养了一只小猫 对有看到你对着微博 然后有时候弹弹吉他 然后有时候跟朋友一起去压马路 然后散散步啊 然后有时候会甚至有时候会在那个那个夜跑天桥上 夜跑天桥 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这种生活状态 就是比较随意这样 然后于我而言我觉得他算是我自己的一个 我个人的一个我的一种有机生活吧 有机生活就和我们的一个品牌主题一样 那么可以听得出来我们花花呢在工作非常繁忙的同时 也是非常注重自己的一个自由的时间能够得到一个放松 刚刚有说到了就是火星人啊 他们都非常喜欢说随意点 就是我们花花的口头禅 啊哈哈 对对对对对 我其实因为我觉得生活还是要就是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呢就是就是越简单那就越发现就是 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其实我也非常同意花花所说的,这也像我们经典所倡导的有机新生活, 追求的就是一种积极乐观,追求自然的生活理念。 我相信这种自信的生活态度,可以看得出点点子和花花一样,拥有有机新生活的理念。 对,所以我觉得和经典合作呢,我特别喜欢经典一直在倡导的有机生活理念。 因为我自己其实,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喝经典的。 比如说,比如我在闭关的时候,我基本上一周需要喝一箱吧? 一周喝一箱? 应该是一提。 一提,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箱。 一箱,对。 可以看得出,我们花花对于我们的经典是非常的认可。 对。 那么,可以在稍后的时间,让我们的品牌给花花多送一点牛奶好不好? 其实之前送过。 就是我18年的时候,我参加歌手节目的时候,品牌送了我365箱经典牛奶。 哇,真的送了好多。 然后,但我自己现在,今年我就,因为我就是,它毕竟是一个每天生活都会,都会要。 必备的,必须的。 对。 然后,像我自己每天早上我会,不光是直接喝牛奶,然后我还要,就是包括喝咖啡的时候,有时候也会,也会办,就是需要用到牛奶。 然后,那我自己其实每周,我是会给那个,我家楼下的那个,有一个超市。 有一个超市。 然后,那个,我会打电话,然后他就送牛奶上来这样。 非常的方便。 对,很方便。 然后,以至于后来我就每次一打电话,他都会说,啊,一箱,一箱经典牛奶上。 已经是打成一种默契,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说呢,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呢,同样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可以为我们华晨与花花打call,可以输入你们的一个评论。 那么恰逢今年2020年是花花出道的七周年。 七年,对。 对,七年了。 也是花花与连连子携手共度的第一年。 那么,花花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屏幕前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小伙伴以及各位火星人说的呢? 嗯,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拥有自己所喜爱的有机生活,能过上自己想要过的有机生活。 是的,同样就是如同我们的一个品牌一般,就是在拥有有机生活的同时,它也能够贴近大自然。 对。 对,这种有机我相信各位都是非常的喜欢的。 对。 对,同时我们知道啊,从10月26号开始呢,花花的线上许愿池就已经开启了。 我有看到您发的一个微博。 也同时,很多火星人都积极地进展来许下他们的心愿。 今天呢,即将为大家送出好礼。 我们已经在昨天10月31号呢,从许愿池的粉丝当中抽出了六条锦理。 哇。 六条,到底这六条会花落谁家呢? 同时,现场帮助大家实现各位的愿望。 锁定我们的直播间,除了双十一新愿好礼外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个福利。 我们花花会有非常多福利送给大家。 来,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先送出三个极致重本心愿大奖。 这三位幸运的朋友呢,是参与到了我们双十一百大明星许愿池的活动。 在今天的直播间呢,分别会送出, 经典双十一新愿观就是花花的专属祝福, 以及新世界杯和黑莓球杯的签名礼盒。 还有就是跟我们花花见面的机会一次。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不知道花花此刻的心情是不是也非常的期待呢? 很期待啊。 很期待,对不对? 来,我们的很遗憾,我们中奖的粉丝没有联系到我们这一边,我看看。 没有联系到我这一边。 所以呢,第一个祝福就要送给所有的火星人, 以及观看直播的各位宝宝。 来,尤其我们的花花。 嗯,那我因为我也,嗯,中奖的这一位, 对,我不知道他是在上学还是在工作。 如果上学的话,就希望他好好学习。 然后希望他能够,嗯,就是,学业有成吧。 嗯。 然后,那如果工作的话,希望能够工作不要太辛苦。 嗯。 然后,闲暇之余的时候,可以去,嗯,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和家人一起去享受一下,嗯,大自然这样,对,过上自己想要的有机生活。 对,特别的有爱。 不管是送给了学生还是工作的朋友,嗯。 都是倡导大家有机的新生活。 那么,非常感谢花花给所有火星人送来的祝福啊。 很可惜我们的第二位的粉丝呢,也没有联系我们。 所以呢,屏幕前呢,各位火星人有机会获得这一份奖品。 请大家呢,持续关注,经典旗舰店新世界杯和黑莓球杯的千名礼盒,很有可能就是您。 好,我们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新世界杯和黑莓球杯的千名礼盒呢,相信所有的火星人啊,就是您的粉丝。 我们叫,他们会自己叫火星人,他们一定是非常的熟悉,并不陌生。 对,我听说大家呢,是共同参与到了共创的过程,嗯。 我们一起共同的创造,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在我们的直播间正式的亮相。 哦,哦。 并且呢,会由花花亲手来开箱。 我觉得这一个环节呢,所有的宝宝,所有的粉丝,所有的火星人都非常非常非常的一个期待。 哦,我也蛮期待。 你也蛮期待,对不对? 让我们看看第三位粉丝。 我们第三位的这一位火星人呢,他的尾号是ID0913,恭喜我们这位朋友。 来,我们这位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稍后呢,也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太幸运了。 哇,是吗?哇,好酷。 对,我相信他们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的激动。 我也挺激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么近距离跟花花见面,其实我此刻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 喜欢你七年了,所以我相信这个心情,他们的心情我是特别特别的理解。 让我们一起期待好不好? 恭喜以上三位参与到双十一百大明星许愿池的各位宝宝,获得花花的专属祝福。 新世界杯和黑莓球杯的千名礼盒,联系到我们的店铺呢,就可以直接领取。 没有中奖的各位宝宝,千万不用气馁,稍后还会有更多的优惠,更多的福利。 一起送给大家。 让我们一起期待好不好? 非常的期待。 好了,送出了三个心愿之后呢,立刻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游戏环节。 这个环节,我想问问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这个游戏环节呢,对于您的粉丝来说,一定是非常的熟悉。 首先,我们的规则以及我们的什么名呢,不跟大家说,我给大家慢慢一个小关子。 这个游戏的名字呢,是叫拆解文字组歌名。 来,此刻,让我们有请四位粉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来,大家掌声有请。 正在屏幕间的各位朋友,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四位粉丝,来,各位,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参加了经典会员活动,靠手速抢到了第一笔订单。 然后来到这里的火星人,我叫豆子。 欢迎豆子。 大家好,主持人好,欢花好。 你好。 我是特别幸运的270那个粉丝。 给你紧张对不对? 今天当爱豆特别紧张是吗? 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用空白。 随意。随意。 随意。 随意。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的和大哥一个家乡的人。 然后我是也是参加经典旗舰店会员活动的。 然后我是最后一个也是挺幸运的。 可以叫我牛奶波尔。 牛奶波尔波尔。 好,欢迎你的莉莉。 来,我们的第四位宝宝。 哈喽,大家好,我是经典旗舰店天猫全明星计划抽中的第三位粉丝,就是尾号0913。 然后,嗯,哈喽。 哈喽。 是不是近距离的看到了爱豆特别的紧张,特别的激动?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希望你每天都开心。 谢谢。 来,我们同样呢,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这四位的粉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一个直播间。 同时参与到了我们经典旗舰店的店铺活动和天猫活动,就能见到爱豆。 相信各位呢,就是在生活里啊,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吧。 才能够这么的幸运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花花一起来共同度过非常快乐的一个小时。 花花你有发现吗,他们的脸上这个东西。 演唱会的那个妆容,火星妆。 是不是特别的有爱有心他们。 很有爱。 谢谢你们对花花的支持,对我们今天经典旗舰店直播间的支持。 同样,此刻我想问问我们这四位,为什么那么高兴啊? 刚刚说的非常的激动,此刻我们看到她已经偷偷的笑出来。 花花你的心情应该是特别开心吧? 很开心啊。 很开心。 跟大家见面都很开心。 来,我们这四位说一下此刻的心情。 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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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 你先。 特别特别特别开心。 因为上一次见面还是去年演唱会的时候了。 很久了。 那是挺久了。 所以特别想念大哥。 大哥你真帅。 大哥非常帅,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在各位的眼前。 来,下一位。 大哥你真帅。 哈哈哈。 花花听到了真帅,此刻的心情是不是非常的暖。 感觉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都是一路的支持一路的相伴。 嗯。 谢谢。 我现在是特别紧张也特别激动。 因为上次去海口我是三场都在嘛。 然后第三场大哥应该听到我喊话还回答我了。 哦,真的。 所以哪句话是我回答你的呢? 我爱你。 哈哈哈。 好,来。 谢谢。 谢谢。 哇,我们的花花特别开心听到这一句话。 是不是。 我倒是记得有男歌迷好像也叫了这个。 哈哈哈。 是不是你呢? 不知道是不是你哦。 来。 这一位。 就是,刚刚大哥说男歌迷也叫了。 但是我想说女生还是比男粉厉害。 因为我们今天到场的所有歌迷都是女生。 啊,那那倒是。 来到现场的都是女歌迷。 但是也有很多男的歌迷正在我们的直播间锁定我们的直播间。 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 好。 好,接下来呢我们玩一个小小的游戏了。 这个游戏呢非常的简单啊。 说一下我们游戏规则。 一共是八轮分为上下两场。 上半场呢是我们会将歌迷的文字拆解成磁卡。 现场有四位粉丝会根据花花给出的提示组成歌迷。 那么,稍后的时间就是会抢答。 举手最快的有我们的资格去回答。 最快猜出的各位宝宝呢可以记一分。 我们八轮下来分数最高的可以得到花花的签名海报一张。 想不想要? 想不想要?听不到你们了。想不想要? 想啊。 祝你们好运。 好,你们准备好了没有?马上开始了。 来。 看看我们第一个。 花花可以给点提示。 好啊,这个很简单啊。 就这样就好了。 来,各位组合准备了。 321。 怎么都同时?不行,再来一次。 来,您帮我选一个好不好? 好。 321。 好,那从第一位开始。 第一位开始,你来回答。 一类。 对。 一类。 回答正确。 来,尤其我们的小助理为你加一分。 好,来到我们第二道题了。 花花给点提示他们。 这个好像跟我们今天的经典主题好像有点关系哦。 哇,已经是送分题了,我觉得。 做好准备了。 321。 第二位吧。 第二位啊。 我们花花是非常的宠粉,非常的爱粉。 真的。 来,回答。 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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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新世界这首歌呢也是我们经典的一个。 对。 这次专门在广告片里面的一个音乐。 对。 一首主打歌。 同时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 也是花花入场之前呢, 摩放我们广告片出现的歌曲。 我喜欢的歌词呢就是自由不济的风格。 嗯。 比如说,风里亚的自由。 罪也从容,我也从容。 转身矗立山峰的时候呢, say is a new world。 对。 就让我惊喜的是, 第一段和第二段中间的一个模仿熏的高音啊。 因为它好像是类似那个熏的高音设计。 关于到这一个,有没有什么分享的? 因为这个歌其实我写的时候, 它主要讲的还是一个, 就是站在山顶之后能够看到的一个风景。 然后呢, 来去想跟大家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有一种新的生活。 有新的生活。 对。 然后, 所以, 其实在这个歌里面, 其实用了大量的音乐元素, 都是在去写大自然的。 大自然。 对。 也用了很多编曲上的一些音色, 包括合成器, 然后来去找一些大自然的感觉。 包括我写的那一段熏的那个音色, 也是, 一开始我也在想是不是要用真的熏。 真的。 我觉得好像还是应该用人声, 因为我觉得人生熏的那个音色, 会更贴近于我脑袋里所想要的那个音色。 就是更加的贴近大自然。 对。 跟朋友一起高歌享受的美食, 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对。 可以看得出, 花花非常的欢乐。 那么在整一个拍摄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发生的趣事呢? 跟我们正在观看直播, 以及各位粉丝分享一下。 拍摄的时候, 我记得因为当时好像我们那个环境还蛮好的。 就是在一个野外的一个很舒服的一个河边。 然后我们有一种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坐在一起。 然后弹吉他唱歌。 然后做一些在户外的一些餐食。 然后弹弹吉他。 然后大家一起在很开心的在玩。 享受那个最好的乐趣。 对。 感受大自然的那个给我们带来的美好。 同时这也是我们非常倡道的有心心生活。 那么既然我们今天和华晨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新世界这首歌是不是要哼几句呢? 让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 疯狂一下好不好? 你们想不想? 想。 想不想? 想。 想。 我今天睡的比较少。 我尽量。 好。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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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一道题 厉害 花花夸你们厉害了 你们有反应吗 掌声有没有 没有 我觉得他们四个心里应该是想吐槽我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是太激动了 因为能够跟你这么近距离的去互动 他们此刻的心情 主要是这首歌的歌名我每次也都念错了 我自己也都没记错 所以说没有我错了 所以我要反应一下 2 3 4 5 6 7 8 最终还是正确了 与火星的孩子对话 对吧 这一轮上半场的最后一道题 来 要给提示吗 这个就更简单了 3 2 1 还是真的是你最快 Why Nobody Farts 拿麦克风 这首歌是Why Nobody Farts 正确 来给大家一分 我们刚刚呢 我们四位的粉丝每人都回答正确一道题 我觉得大家都是完成的非常的不错 然后呢在舞台上呢 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不仅仅是他们四位参与的 其实很多屏幕前的各位火星人也是超级的厉害 我有看到他们一直在刷刷刷刷刷刷 恭喜我们这四位朋友以及正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可以将你们答案也是刷起来 好 只有全部打众呢才能够开启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口令抽奖 花花呢可以就是回答八题最多的各位宝宝可以得到花花给大家送出的一个专属福利 你们要加油了 好不好 来 接下来下半场即将来了 这个游戏规则呢和大家说一下 游戏规则同样我们是有四道题 同样我会给出一些不同的文字 各位首先呢需要去将那个文字去组成一个一个歌词 然后说出那个歌名 非常简单对不对 开始咯 怎么样花花 播我想开你命为拼没到会 如果是你会不会能够回答出来 能 来 三二一你选 没看到手 还好 来 刘晴 没想到你会拼命为我拨开 这首歌的名字是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恭喜你回答正确 对 好 我们下一道题 花花有什么提示 这个 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你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确定吗 感柔抱微温庸着风我受 做好准备了 三二一 第一位只有一位朋友举手 微风拥抱着我感受温柔 你好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 感受 微风拥抱着我感受温柔 正确 哦对对对对对 厉害 来掌声送给他 好我们下一道题 这道题要不要给提示 嗯 啊这个我知道 你知道 这个很 这个很 三二一 首先把手放下 浩浩来起 好不好 第二位 第二位来 有请 我的心里 居住着一个苍老的小孩 对 烟火里的尘埃 烟火尘埃 嗯 回答正确 厉害厉害 来加一分 好我们的下半场的最后一题 哦 这是什么 嗯 嗯 嗯 翻山 他就要考虑一下 好不好 你们你们 你们知道了吗 光光 真心 能闪 真粉对不对 黄月是什么 想到吗 浩华 没有 他们告诉你答案好不好 嗯 好 来 等等 三二一 好 第三位 第三位 这位 伸手不见月光 怎么烦心闪耀寻 哦 对对对 正确对不对 厉害厉害厉害 来点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 厉害厉害 来我们刚刚呢是完成了我们的上半场以及下半场 回答粉丝最多的一位粉丝可以得到我们的福利 来我们小助理给我们看一看 获得我们签名海报的是 哪一位 都一样 都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都送 都送吗 确定吗 都送 浩浩说的你们记住了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四位粉丝来请各位回席就座 也再一次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花花以及直播间的支持 来 花花您继续就座 好 我们的小助理 通过刚刚呢跟我们的几位粉丝这个游戏互动 你觉得就是在跟我们的粉丝朋友这么近距离的去接触 相信心情是非常的开心还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 跟他们都还算挺挺熟悉了 好像也都挺感觉像经常见面的 像好朋友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 来刚刚玩游戏耗掉了非常多的脑细胞对不对 没关系 接下来我们会有我们第二轮的截屏抽奖来咯 我们的口令截屏尤其我们小助理可以获得的奖品是花瓶有机纯牛奶一箱和一个花花抱枕 哇 来请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输入经典有机新世界我们会截屏两次 一共是八位可以获得我们的一个奖品一个福利我们会截两次 各位输入我们的经典有机新世界来 来各位抓紧时间输入经典有机新世界来有请我们小助理 好啊这一次呢就你来倒进食三秒我就开始截好不好 截两次 好 来来三二一 接好接了一次了 来还有一个 三二一 好看看 我看这四位我们八位是谁哈 第一位呢是火星吐雨第二位是Mask寻雨第三位呢是我还能微笑 第四位是亲亲宝贝之家一好恭喜这四位来给个敬请我们的所有抽奖都是公平公正透明的嗯好 第二个截图呢是有四位第一位呢是雪星H第二位呢是雪仙一一二三四第三位是火锅土豆粉条第四位是深海的大菠萝鱼 好恭喜我们以上的八位小可爱同时呢各位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客服可以直接领取我们的福利 再一次恭喜我们以上刚刚中奖的八位小可爱联系客服呢就可以直接领取到属于各位的福利 没有中奖的各位朋友呢千万不用灰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送出的是价值四千九百九十九元的食物大奖 哇特别大的奖项对不对全年唱银卡一张哇来我们的花花瓶定制奶卡 来我手中的这个卡厉害厉害 这位朋友他可以就是获得我们一整年的营养哇这位朋友是谁呢各位听清楚了 看一看我们的直播间 这位朋友ID名是SJINN119 哇太幸运了可以获得我们这一个福利 同时呢要联系到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到我们的客服可以直接领取我们的福利 再次感谢我们的花花以及金典金典旗舰店会员活动和天猫天心活动中抽取的四位粉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共同完成了游戏任务 这太棒了给你们一个赞 好那刚刚是完了这么多游戏对不对还唱了新世界 让我们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粉丝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那么这个时候呢有请花花稍作休息一下喝上一瓶我们的金典牛奶 稍作休息一下谢谢花花稍后见 好 现在一次欢迎花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要考一下花花到底对我们的品牌我们的产品有多了解 哇有没有信心 哇有 好看看我们这两款的一个产品我们的展示常规款都是经典的纯牛奶 第一款呢是我们的代吸管的苗条砖 嗯 另外一款呢是我们的梦幻盖 后花你知道两款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区别一个主要就是最明显就是他们的包装不一样 包装不一样 那可能就是这个梦幻盖它就会就是携带其实会很方便 因为它就是盖自己直接拧开 对就直接喝 然后如果你要是想休息一下可以再拧上 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随时随地能够感受到经典给我们的两个保驾护航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的含量是不一样的 蛋白质的含量不一样 营养满满的感觉 营养满满有机的新生活 对对对对对 营养满的花花对于我们的产品真的非常了解 此刻呢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同样 在通过在我们的直播前没有掌声 但是各位可以输入我们的评论区 华晨宇代表对于花花的支持 谢谢我们的花花了解得非常透彻 我们这两款的产品呢都是来自经典限定的原产地有机牧场 它的土壤木场的土壤是经过了三年的时间进化 没有化学残留不管是土壤空气水源 牧场都是非常的优质 有机牧场里边呢所有的牛都是我们生活着无忧无虑的赫斯坦奶牛 所以呢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营养 让各位能够保驾护航 由我们经典陪伴大家保驾护航更好地去工作学习 这是因为奶源呢如此优秀啊 经典的有机纯牛奶的品质也是更加的醇香 喝起来没有腥味 所以呢不管是早餐下午茶睡前喝上一瓶都能够营养满满 补充我们的蛋白质我们的钙对我们生活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我们身体并且呢是适合全家饮用 而且性价比是非常的高 再看看我们在前方的花花品 就是我们专门被花花推出的定制款哦 哇 营养了营养 但是可以把偶像捧在手心包装的设计颜值非常的高 简直就是追星少女的必备啊 哇我自己也很喜欢这样的设计 很喜欢很喜欢是吧 特别是他们在喝的时候能够把偶像花花捧在手心 那是一种多么多的一个爱对于偶像的一份支持 也是因为偶像的这一份力量给予他们就是更加好的去工作前行 所以要细细化化对于我们所有粉丝的一个支持以及所有粉丝的一个鼓励 然后呢我们重磅的共创来咯 经典联合火星人们共创了这一款产品是经典纯牛奶粉丝共创的 粉丝一起共同创造的 设计上呢特别有爱 凝聚了对花花的爱追星必备火星人们有没有非常的心动呢 而且这一款纯牛奶的蛋白质的含量也是100毫升有3.8克 对 所以我想问问花花就是粉丝共创的经典纯牛奶您感觉如何 在我们情况之后 我是因为我觉得我是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每一款都设计的都很好看 很好看 对然后并且它的就是奶味又很浓郁 奶味很浓郁 口感也非常的好 口感也非常的好 对对对 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粉丝用出了自己的一个用心去设计对不对 因为在花花的闭关的期间呢不知道花花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活动啊 嗯 金典在微博上发起了花是有机生活计划的活动 邀请了粉丝呢为金典打造全新的瓶声 这次活动当中有一千多幅的作品 哇这么多 好多一千多幅 我们经过两轮的投票呢最终聘出三个作品被专属定制 也就是我们看到前方的这三个的共创版 我想问一下 太有才了 太有才了是不是 花花你觉得这三个不同的作品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 嗯最喜欢哪一个 对 小孩子才去做选择 我能都要吗 可以都要都可以都要 今天我们花花屏呢我们的共创粉丝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稍后的时间会即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和花花一起分享一下设计的想法 并且跟我们一起参与我们的另外的一个互动你话我猜 今天来到现场呢是两位还有一位呢是因为远在中国台湾 因为特殊时期不方便来到现场 嗯但是呢虽然是不能面对面的交流 我们也通过了粉丝录制的视频 可以听到他就是这个创作花花屏的一个初衷 嗯 是不是非常的期待 很期待 很期待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两位主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一位一位的来 来首先有请我们的第一位 欢迎来请就座 是不是太激动了 超级激动 超级激动 来你手中的这一款 首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大家好我叫飞秀 我是一个留学生 哦 留学生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一个创作理念好不好 我设计的这个花花屏呢 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天文望远镜来看到的一个景象 嗯 我们都坐在地球 然后我们看到火星上的大哥 还有大哥身后的经典牛奶星球 然后空中的这条无线谱其实代表的就是 大哥的音乐是连接我们这些行星最好的纽带 哇 好厉害 听到他的设计理念 你感觉如何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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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用好厉害来形容你 听得很有感觉 很有感觉 就是他的这份用心 对 这份支持 对 我想问一下 你是我们成为火星人的第几年了 呃 我从花花刚出道的时候就有在关注大哥 就觉得大哥的音乐特别的有自己的想法 嗯 然后后来大哥很厉害的演唱会也陪伴了我们很多快乐的时光 但是在伤心的时候呢 大哥的音乐里也给了我们很多力量 总之就不管是大哥的笑容还是他的生活态度还是音乐都是可以引领我们更积极向前 积极向前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偶像的力量对不对 其实要谢谢我们的花花更要谢谢你自己因为你说的太好了 花花积极向前的这种正能量呢影响着我们所有的朋友所有的歌迷 这就是偶像的力量 也就是我们粉丝共创的花花瓶奶源纯正营养价值高 还有收藏的价值 其实今天牛奶我也每天都有在喝 每天在喝 不仅因为是大哥代言的而且他真的很好喝 然后口味也很好配早餐的话就非常合适 嗯 跟大哥一样 跟大哥一样我们每天都要喝 其实我也是每天喝三瓶 早中午晚我都喝 哇 对我觉得早上特别营养晚上能够帮助睡眠 对 谢谢你的分享啊 来接下来我们玩一个小小的游戏 你画我猜 来有请小助理 他应该是他画我来猜吧 对他画你来猜 那太容易 太容易了 他画画肯定很厉害 来 来 你为什么说他画得特别厉害呢 他都设计这么厉害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瓶子 对啊 这个瓶子 对啊这个瓶子 来你看一下这个提示 他将会画三三幅画 三幅 对你有没有压力 我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直接能够回答对不对 他有压力 他有压力我刚才画得特别快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画得特别好对不对 虽然是说还不知道这个答案 其实呢 有没有人哪 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粉丝呢 有统计过 花花到底有多少的尼称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 我的尼称 对 哦好多应该 什么大魔王大哥 还有呢 我知道了就有食爷 食爷 然后什么什么熔熔 熔熔 还有 嘘嘘 喳喳 还有 可可 可可 非常多对不对 呃 还有什么来着 还有 呃 反正我每换一个发型就是一个 新的尼称 新的尼称 对 来他即将画好了 来 啊画完了 神信一下正在观看直播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来 花花你来回答咯 第一个从这边开始 黑眉球 黑眉球 第一幅 是吗 嗯 是黑眉球吗 我 黑眉球还叫什么 火星人 正不正确 正确 我都已经快忘记叫火星人了 已经快记得只叫黑眉球了 我在想你怎么画了个白眉球 因为这个 第二个是我吧 花花 对第三个是橘子吗 不会是呆橘 呆橘 呆橘 哇他画的好好啊 我想问一下花花 他们为什么就是叫你呆橘 因为我 我刚参加比赛的时候是 吃吃橘子 然后 然后就好像吃橘子的 这个动作是不是很很很很那个 就是 可能大家觉得很好玩吧 对 很好玩 然后我那个 就是 抠那个橘子皮的时候 然后呢 就是先 用那个小指钻个洞 然后开始 一点一点的就是 剥橘子 慢慢的剥橘子 太可爱了 对 然后一边吃橘子一边在采访 对 可能是因为这个吧 所以呢 你的粉丝他们有 非常多的朋友都喜欢叫你呆橘 嗯 现在也少了 现在大家都叫我大哥了 大哥 现在呆橘比较多 还是大哥比较多 大哥 叫大哥就对 大哥 叫大哥就对 好谢谢 谢谢我们的这一位朋友 谢谢飞兄 谢谢来 请您回到舞台下稍坐休息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下一位的朋友 有请这位粉丝有请麦克烈 来有请 麦克烈这个好耳熟的名字 好耳熟的名字 麦克烈 这是 这好像是我一首歌的名字 一首歌的名字 好 首先跟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大哥好 你好 你好 好紧张 不用紧张 随一点 我要介绍 我要介绍 我介绍一下我现在画的这个作品 我的这个作品 源自于经典有机奶的广告视频 嗯 视频给我的感受就是热爱音乐的大哥 在自然中找到了自己的有机生活 有机生活 对 所以我画了两个不同着装的大哥 他们开着小巴士带着火星人和Purper 然后在这里驻扎了营地 然后围坐在一起和经典有机奶享受着音乐 与大自然的邻居里接触 花花她的回答怎么样 太好了 太好了 用太好了来形容您 来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 这位是这个是你的 这个 这个是你的 这个是你的 来花花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就是在这一个平身当中看到自己怎么样 我看到了黑莓球在那个巴士里面 我还看到了那个Purper 我养的一只小猫 然后在这个巴士里面 然后看到了自己 然后我还挺喜欢这种就是 我觉得和这个有机性生活的这个 非常搭配 对很搭配 对 好谢谢你的回答 有Purper 有Heper 就开心 对 来同样呢 我们接下来要玩一个你画我猜了 来 我们的前几轮呢就是我们的粉丝来画 在最后呢 花花你要画你知道吗 我也要画 对 还没到那个时间 让我画画吗 还没有到 好 来首先给你看看提示好不好 来有请我的小助理叫我们的画板 送到我们的直播间 来 各位可以看一下哈 画画你觉得他们在画画的时候 嗯就是他们画出不同的作品 然后让你来猜 嗯 你有没有会想到万一他们画到了你不会说不出来怎么办 没关系我等一下也会画出让他们不会的 对 这就是一个一个回馈对不对 哈哈哈 来同样 我现在很期待我来画 哈哈哈 期待你来画是吧 我画我是灵魂画手 灵魂画手 灵魂画手 很厉害的很厉害的 很厉害我们都知道 嗯 对 护护 护护 我可以看一下哈 就是 他在画的时候呢我们是 哇他画的好相啊 好相吗 好相吗 太厉害了 我偷偷瞄了眼 他画的 护头瞄了眼 太厉害了 来慢慢来 她话可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其实在我们刚刚跟我们的粉丝互动的每一个环节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现场的各位有四位粉丝 以及我们的主创粉丝也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直播间 其实也要特别感谢花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机新生活正是因为有你的加入 让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都能够一起倡导健康的有机新生活 那我还蛮开心 对 所以说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啊 我们可以发现到花花特别喜欢喝我们的经典牛奶 也是因为你的这一份支持 让我们所有的粉丝也是特别的开心 来我们看看她画的像不像 太像了 你是不是已经大概知道答案了 那就是快了 应该知道 看得出来她的这个画画呢是还是做了很多功课的哦 哦她都能设计这么有有爱的画面那她还是很厉害的 来三幅画来咯第一幅画 第一个太简单了那个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潮丸叫Masper Masper 很酷炫的一个礼物 很酷炫的一个礼物 第二个是牛这是奶牛 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她的轮裤哦 这是犀牛还是河马还是什么东西呢 肯定是奶牛啊 奶牛 对啊 但是她的正确答案是四个字 四个字啊 经典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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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奶牛 黑白奶牛 共同回回答出了我们三个不同的答案 感谢我们这位粉丝 谢谢您 厉害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这位粉丝 接下来呢还有我们最后的一位 荒花瓶 尤其我们的小助理 荒花瓶共创的粉丝小欧 因为特殊原因呢 她没有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跟荒花进行互动 但是她本人也录制了一个视频给到我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她会说什么呢 好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欧彩琳 很高兴 谢谢我们的小欧 虽然是没有来到我们的现场 但是非常用心给我们录制了一个视频 来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画皮 你觉得她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到底喜不喜欢 喜欢我觉得她就是很有那种就是 嗯 就是很有活力 很有活力 对对对 然后呢 而且感觉很很很健康的一种 很健康的勇气新生活 对对 然后大自然的感觉 就是还蛮 而且很有那种 春暖花开的感觉 春暖花开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各位 所有支持我们画画的各位粉丝朋友听到春暖花开 大概知道寓意是什么 谢谢各位的支持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有请花花来为我们画画了 哦太好了 我们会有请我们两位粉丝再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同时 我们也会邀请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共同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你画我猜 这一轮是画画到你了 太好了 终于到我画画了 终于到你了 灵魂画手来了 我画画很厉害的 很厉害 我们都知道你特别的厉害 是的 是的 非常厉害 来 有请我们的小助理 给点 小提示给你 呃第一幅是吗 对 我是要分开画还是 呃可以一起画 好 我画那我就一起画吧 好 怎么样 你们已经是看到了他要画什么了吗 肯定是看不到 不给看 我们要公平公正 因为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粉丝各位宝宝都是共同的关注着 灵魂画手画的真好 哈 我太厉害了 真的太厉害了 嗯 嗯 两幅画 嗯 两幅 可以看得出画画特别用心 能画这幅画 我太用心了 好 好 嗯 等一下啊 等一下啊 还没画完呢 嗯 考虑一下是不是 这个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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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对吗 已经是准备好了 配上这一个我们都特别喜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符号 好 好 然后等一下 好 然后等一下 接近 接近 这个是经典的3.8克优质乳蛋白牛奶 太棒了 给他一个赞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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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两位粉丝 来请二位回席就座 来我帮你 太灵魂了 太灵魂了 嗯 来我帮你 OK 可以给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展现一下哦 好 谢谢 谢谢我们两位粉丝 同时呢 也再次感谢花花为我们的粉丝带来的一份特别 接下来将进入到我们下一轮的专属福利 口令节评抽奖 来有请小助理 奖品呢 是我们的 千名海报一份 花花瓶有机纯牛奶一箱 本轮呢 我们将会送出三份 这三份呢 各位需要在我的评论区输入我们的口令 口令是我们的 花花虫粉狂欢夜 来各位刷起来 口令刷起来 有三位朋友可以获得 请各位刷入我们的口令 花花虫粉狂欢夜 来我们即将开始了 来同样有请花花 倒计时 好 三 哎 他他有delay吗 没有 没有delay 直接来 好 三 二 一 开始 再见 好 看看 第一位呢是alisa2013120 第二位呢是爪抓 第三位是买奶茶 好 有请我们的 来我们一起看一看 看一下我们这一个获得 获得我们这一轮福利的这位朋友哈 来可以看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恭喜我们这几位朋友 同时呢 有请花花稍作休息 好 可以喝一下我们的金铁纯牛奶 好 可以稍作休息一下 好 同时呢在我们直播间还没有中奖的各位粉丝千万不要紧 接下来 接下来立刻将会抽取的是天猫双十一心愿食物大奖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呢咱们是有门槛的 朋友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揭晓一下 这位ID是SSTANNY的粉丝 恭喜你 恭喜你获得我们以上的一个福利 抽完奖又到我们非常期待的平生揭晓的一个环节 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环节 奶出花样 新世界杯黑莓球杯隆重登场 也在本也是粉丝在微博上参与活动一起参加为花花共创的 所以呢有请花花现在现场揭秘 上半场呢首先是给大家揭秘我们的两个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下半场呢花花会和我们一起现场调三个脑洞的口味 各位呢想要喝的话呢就是可以直接来关注到我们今天花花给各位呈现的福利 来有请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来花花你来 好 接下好不好 好 第一个是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这个新世界杯 新世界杯 哇 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的贴近大自然 还可以听音乐 可以听音乐 来你可以按一下那个长按钮 这个要练 长按 给他们听一下好不好 太棒了 太棒了对不对 一边喝水一边听花花唱的新世界 很酷 很酷 好 这个杯子呢 我呢 先关掉了 好 好 来 还有我们下一份拆箱啊 来有请我们小助理 下一份的拆箱呢 来有请花花我会帮你拿好 同时还有一张卡片 黑莓球杯 黑莓球杯 还有卡片 对 黑莓球杯 可以看到是颜值特别高 特别的厚实 对不对 这个是 黑莓球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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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到手中的卡片 有一句话 就是粉丝最想对你说的一句话 有你在就是春暖花开 有你在就是春暖花开 谢谢我们所有火星人对于花花的支持 那么最初呢 在投选限定平身的时候呢 同样也是感谢各位的支持 其实这个想法是特别不错 对不对 每天可以就是捧在手里 捧在手 对 把黑莓球捧在手里 把黑莓球捧在手里 然后呢 特别开心对不对 特别的健康有机 好刚刚说到我们的一个现场呢 会有DIY的口味 我们将会DIY一个口味 就是我们的香草冰激凌味 来有请花花来到这边 好 有请工作人员手机准备一下 好 来有请花花 来有请花花 好 我们将会来 来这边这边有请 好 好 我们将会调一个口味 就是我们的香草冰激凌味 哇 你调我调 你调 我调 各位都想看到你现场的去DIY 来有请 哇 这个难道我了 你会怎么调呢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冰淇淋 但是 还喜欢吃冰淇淋 但是 要让我自己调冰淇淋 还好帮你服一下 还蛮吃力的 来你来 我来吧 好 哎呀呀呀呀呀 香草冰激凌味 来 哎呀呀呀 我都紧张了 不用紧张 来 你是特别喜欢吃冰淇淋 对不对 这是我的最爱 你的最爱 嗯 因为我觉得吃完冰淇淋 整个的就是 很清新很舒服 心情会非常非常的愉悦 愉悦 对 好 可是为什么我不直接拿这个杯子调呢 也可以啊 你可以一起许一半 你会选什么一些不同的食材呢 谁会只吃一半 一般不都只是整杯都吃了 整杯之后 对啊 那就这样调吧 哎呦呦呦 没事 哎呀呀呀呀呀 来 我帮你拿着 哎呀呀呀呀呀 我可以吃一点吗 免费了到 来 请邮行我们的小助理给我一张纸巾 好 来 这里有香草冰激凌味 他其实配那个Cookie Cookie 还蛮厉害的 来 哎呀呀呀呀 没事 但是我得擦一下这个东西 我来吧 我来吧 满满一杯 满满一杯 也是现场的一个DIY调配 也是花花满满的爱 来继续加东西 这个是什么 这是椰蓉 哦椰蓉 对 这个可以有一点点 这是我们的麦片 麦片 好 还加什么东西呢 再加一点 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巧克力粉 哦巧克力粉 一点点这样不要太多 调好了是不是 倒奶吧 倒奶 有机梦幻盖 一点点 哇 颜值特别高 颜值就算了 但是 但是 这个是 感觉应该挺好吃的 这是要给 这是要给我们现场的其中一位粉丝 啊 所以呢 来 让我们正在观看 那我们一起吃可以吗 让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可以看一下 花花条的这一杯香草冰激凌味的一个 配合我们的这一款牛奶 这个勺子我没用过 就是我先自己吃一口 先吃一口 先吃一口 帮你们尝一下 剩下的给你们了 这还有一个勺子 还有一个勺子 嗯 还可以 还可以是不是 来 掌声有没有 好 再次有请花花来到我们的席位就座 特别好吃对不对 因为自己的一个调配 同时呢 就是 也是 同样 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都非常想 哇真的好吃 品尝到这一杯 直接过得真快啊 我们一起和花花一起DIY呢 品尝了新口味 并且现场的是 各位粉丝太有口服了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另外一个口令 有请我们的小助理 这个口令呢是一起挺你 进行生活 会节评 五次将会送出我们的奖品 我们的礼品分别有什么呢 有我们的 花花的千名海报一张 黑玫球杯一个 新世界杯一个 花花定制有机奶的一箱 送出五份 来 一起挺你进行生活 来 同样有请花花 你来 三二一 好 三二一 好看到这一位 我们这个是多少倍 看一下好 一共是五位 OK第一位是小枫 第二位是英文名 第三位是我们的面包又糊了 第四位是六只小灰灰 第五位是LIFY 来同样的我也将我们这个发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同样的大家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客服就可以领取了 好 同样的 接下来就是到了我们的 有请我们的经典天猫双十一新院官花花公布中奖的ID送出我们的锦礼好礼 好 他们到底会获得什么福利呢 可以获得我手中的所有福利其中有 花花滑板 花花人行立牌 花花定制抱枕 花花定制渔夫帽 花花定制袜子 花花定制的手提袋 以及花花的定制马克杯 到底花乐谁家呢 让我们一起共同拭目以待 来 尤其我们的花花为我们说出这一位是谁呢 一名在名吧 一名在名吧 恭喜你 联系到我们的客服 好 谢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给花花送出一个绿色的星球造型的杯子 这个杯子非常的特别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0207刚好是花花的生日 所以呢 我们在杯子上面是有一个刻到了0207 来拿起来好不好 谢谢 我们拿出来吧 好 来 来 看到这里0207了没有 看到了 来让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观看一下 同时呢 我们还特意准备了100个限定的经典的星球杯 每个水杯上面会有一到一百的数字 组成了100个独一无二的专属不利 想要杯子各位朋友呢 可以即日起到11月7号 请您参加北京的经典有机生活体验馆 就有机会获得 地址呢 是在北京751艺术区3D博物馆 各位可以关注经典的详情 了解更多的详情 还有一个小道的消息呢 就是分享给所有的火星人 经典联合UCCA Lab和粉丝们一起回收空奶盒 并且是邀请到了艺术家童坤鸟结合美学与环保 再用2070个回收的经典奶瓶做成了另外一个花花的艺术品 哇 另外一个 2070个 是的 它呢目前已经是在北京的751的创意源亮相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火星人在前方发来的报道 好啊 其实我还听说啊 除了投地空奶盒呢 有些火星人还参与到了装置制作的最后的一个步骤 这个神秘呢就是在太空舱上 大家可以去现场 好好发现一下 看到2000多个经典空奶瓶做成的自己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我还挺震撼的 挺震撼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很很环保的一种 很环保 对 而且通常在我们就是大部分眼里觉得这个可能是要扔掉的一些就是喝完之后可能会扔掉 空瓶 空瓶扔掉 然后可能在艺术家眼里面这些都是他们艺术作品的一些碎片或零件这样的一部分 然后其实我自己会很很喜欢这种就是有环保 然后低碳生活 对 然后 所以我觉得我也这个真的挺挺厉害的 对 太棒了 除了艺术装置的回收活动呢 刚才还有很多的粉丝参遇到了空奶瓶手工改造的活动中来 他们通过了巧妙的设计与改造将空奶瓶变废为宝创意十足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其中的一位粉丝 有机生活改造家带着他的作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有请这位朋友 您就坐 来请您就坐 来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我帮你 来 哈喽大哥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我是来自陕西西安的歌迷 我叫贾瑜 2013年的6月29日是我第一次在电视上见你 2017年的10月13日是我第一次在火星演唱会上见您 然后今天是第15次在线下见您 然后感谢新年爸爸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还感谢火星人的支持让我能够来到这里 好紧张 好紧张不用紧张 别紧张 接下来让我来介绍一下我的作品 好 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播放一段来自译一下你改造的作品吧 来 请接上 好 哇 太有才了吧 真的太有才了 来 好厉害啊 太厉害了 第一厉害第二有才 嗯 而且这种 叫什么就是 一个改造 还是给猫 猫做的家 一个家 来 来关于你的改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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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激动了对不对 关于你的一个改造作品呢 有什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嗯 本着今年倡导的可持续及再利用的理念 嗯 我制造了一个猫窝 还有它配套的投食器 嗯 首先猫窝是一个有机小别墅 嗯 我利用很多 比如说 三种今年的奶 奶盒 还有奶香 还有它的手 手提的那一部分 嗯 还有海绵的那个绳子 然后用来制作一个有机小别墅 可以供更多的猫咪 还有 嗯 它的朋友来一起玩耍 然后还有一个配套的是一个 投食器 然后猫咪轻轻轻地按住那个 踏板 然后那个猫梁就会自动滑落 嗯 比如泡泡 大哥不在家的时候 泡泡就可以自己摁那个东西 哇 然后他就可以自己吃 不用饿肚子了 然后今天 就是因为 嗯 一些原因没有带来 有点大 然后就把它 嗯 上面的那个小屋子给带来了 啊 然后大哥 你可以考虑一下 给泡泡也做一套这个房子跟猫 真的还挺酷的 我觉得泡泡应该会很喜欢 应该会很喜欢 特别温暖 特别有爱心 对 来谢谢我们这位粉丝 谢谢你 来谢谢您的一个参与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这位朋友 好的 来到这里呢 我们相聚的时间过得特别快 我们即将要跟花花说再见了 非常感谢 你和我们一起共同度过了 这非常快乐难忘的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呢 花花和点点子在一起 给火星人和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送来了一轮又一轮的抽奖福利 满足了六个参与双十一百大明星许愿时的粉丝 送出了超赞的礼品 那么在最后的最后呢 花花还有什么话 与火星人一起来说说几句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 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喜欢我们经典牛奶 并且在想用的过程当中能感受到并且拥有自己的有机型生活 然后最后希望大家都 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愉快的夜晚 大家应该是非常的开心 在今天晚上的直播间 与你一起共同度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花花也在也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要懂得发现体验享受有机生活 希望很快又能够与花花见面 跟火星人分享更多你的好音乐 有机生有机生活的心得 谢谢花花今天来我们直播间 谢谢花花 谢谢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花花